据说全球爆火的韩剧《鱿鱼游戏》 被很多观众认为涉嫌抄袭 1996年的日本连载漫画《赌博默示录》 这绝对是一部比鱿鱼游戏还要好看的动漫 阴谋、陷阱、欺诈、剧情惊险、刺激 每一秒都在发生反转 那么它到底讲了什么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男主凯斯是一个一事无成的物业游民 一天,一个带着墨镜的大叔找到凯斯 他是金融公司的业务人员 这次上门是要找凯斯还债 一年前,凯斯的朋友古田让凯斯当担保人 从金融公司这里借走30万元 14个月一份未还后突然人间蒸发 所以是因为担保人的凯斯需要来偿还几些钱 但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 一个月20%的付利 如今凯斯需要偿还的债务不是30万 而是385万 大叔很好心地允许凯斯按月偿还 并且付利降到15% 只要一个月按时还6万 那么11年之后凯斯就能还清本金利息 凯斯不想还这笔钱 但大叔表示他们公司很专业 为了收回债务可以付出任何代价 最后便开始威胁凯斯的假人 不过大叔还是给凯斯指了另一条路 在一个月后 有一艘名为希望号的邮轮即将出航 只要凯斯在船上熬过一晚 这笔债务就能一笔勾销 甚至如果凯斯运气好 还能赚到1000万或者更多 主办方把一群像凯斯这样走投无路的人群机器案 然后进行一夜的读播游戏 如果输了,债务就会变高 然后被带去某个地方强制劳动一两年 不过每次都有不少人赢到钱下船 本来就是好赌了人 凯斯心里犹豫一番后 问了大叔两个问题 船上的赌博内容是什么 强制劳动具体又是要做什么 可大叔却无法回答 邮轮的本质是大财团对负债者的救济 每次注定都会有不少人下船 大叔认为即便输了也没事 强制劳动几年总比11年都要还债 来得轻松 突然,一通电话打了过来 邮轮的报名已经满了 听到这个消息 凯斯顿时慌了 急忙请求大叔再帮他争取一个名额 于是大叔又拨打电话给主办方 成功替凯斯争取到了一个机会 这让凯斯感激涕零 连忙签下写一书 但这种一看出充满危险的赌博游戏 怎么可能会人满为患 主办方恨不得来了人越多 对于大叔来说 凯斯直播是那艘船上的第一个牺牲品 他注定会被夺走一切 一个月后 凯斯被带到邮轮上 只见主办方用推车推来整齐的钞票 玩家可以在游戏开始前 向主办方借钱 上线是一千万 最少也要借一百万 利率是每10分钟1.5%的复利计算 也就是4小时的利息高达40% 所以但多数人含内戒下最小额度一百万 可对于赌博来说 钱就是第二条命 凯斯借下最高额度一千万 当所有人都拿完钱后 赌博游戏正式开始 主办方给每位玩家发放了两个纸袋 打开一纸袋后 里面是12张卡牌 分别是石头剪刀布各4张 而币纸袋里面是三颗星星 玩家需要将这三颗星星打在胸前 今晚的赌博内容是限定猜拳 通过手中的牌 得赢得别人的星星 比赛时间是4个小时 只要消耗掉所有手牌 其他能保证三颗星星的人就代表胜利 手牌不能丢弃 而如果时间结束 手牌没有消耗干净 也代表失败 另外 如果提前输掉三颗星星 也代表失败 听完游戏规则 开始第一个发出疑问 那借的钱也用来干嘛 和主办方没有给予回答 只是告诉所有人 你们现在要考虑的 就是赢下游戏 说完就扬藏而去 而比赛才开始不到10分钟 就有人输掉了三颗星星被带走 就在开始思考 要如何提高获胜的几率时 一个就传警的人 却偷偷找到的开始说 他有100%可以获胜的机会 传警第一就要找人合作 不断平局 来消耗手上的12张卡牌 最后就能守住自己身上的三颗星星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游戏了 而星星的用法是可以换钱 一个星星或许价值好几百万 天真的开斯信了传警的话 他们约定好出牌顺序 石头 剪刀 布 连续9次拼局 可在第10次 传警却突然出布 他表示自己记错了 说下次自己会出拳头 让开斯赢 结果他又变卦 出了剪刀 一直到自己被人耍了 开斯想要理论 结果却被安保给教育了一番 在20分钟不到 他就输掉了两颗星星 手上能用的卡牌 也只剩下一张 在绝望之时 他看到自己好友古田 就是这个人 害得自己来到这个鬼地方 他尾随古田来到休息室 结果就看到一大群男人 在这里颓废的哭泣 古田也是一样 躲在角落里抽气 他现在只剩下四张牌 和一颗星星 虽然比开斯强一点 但也好不到哪里去 没想发现的开斯 看到这样的他 竟想到与古田 联手合作 随后 他想到传警告诉他的话 星星是可以用钱买的 而如果不想花钱去买的话 开斯想到可以找 还有两颗星 却已经没牌的人合作 这种人不难找 很快他们就有了目标 安藤 三能计算手中的资源 现金1400万 星星四颗 卡片五张 分别是四张剪刀 和一张布 他们必须在剩下的时间内 引到九颗星 男和开斯很快就发现 手中少了一张牌 他意识到情况不妙 原来安藤特地拿走 唯一的布 却更能对赌 只要赢了 他就能凑够三颗星 且消耗手上所有牌 达成条件 通关游戏 届时 安藤一定会抛弃他们 等开斯赶到后 就亲眼目睹安藤 输掉游戏的一幕 他后悔地跪在地上 急救开斯的原谅 让开斯 不要抛弃他 而开斯也不愿意 做这种没人性的事 既然说好要合作 那就要走到底 不过因为安藤 骗走了一张卡牌 他们的处境 已经变得更糟糕了 手上的卡牌 只剩下四张 还全是剪刀 星星也输掉一颗 仅剩三颗 不过 这反倒给开斯灵感 当了安藤顾田 两人去寻找 符合比赛的人 必须确认 对方手牌 还剩九张 且在之后 使用过剪刀 和石头的人 经过一番调查 还真有一个这样的人 并且这人只挑 像开斯这种 只剩下一颗星的人 因为正常人 都会保证手牌平衡 不会一次性 将一种手牌灼光 而开斯要赌的 就是新手平衡派 玩法的裂构 一定会在初玩 剪刀和石头后 打出多余的布来试探 这样手上 剩下的六张牌 就刚好平均 而开斯的全剪刀 卡牌组合 也会让对方 死掉危机 但这都只是开斯的设想 他究竟能否让自己的理论 在实战中 获胜呢 在第一战中 烈狗真的将多余的布 拿出来试探 开斯的第一张剪刀 成功赢下比赛 眼看烈狗就要离开 开斯故意激将他 想要再来一局 在看到开斯这边 三人全都只剩一颗星后 他确认开斯 就是他要找的废材 于是 双坏地答应 第二战 烈狗竟然出了剪刀 开斯输了 烈狗看出开斯 那迫切想要胜利的表情 以下就拆到了开斯 为连续使用剪刀 这下 开斯刚迎来的星星 又要回回去 而烈狗则叫嚣着 继续游戏 他已经看透了开斯的牌足 认为自己接下来是必胜的 手表激将的开斯 打赢继续比赛 可是堵住 只剩了一颗星的他 要是在输一局 就要被送去强制劳动 两个伙伴都着急地 全开斯放弃吧 没见到开斯 却偷偷跟伙伴说 自己已经赢定了 古田突然反应过来 烈狗是秉承平衡派的玩家 他为下意识认为开斯 也是如此 毕竟 没有疯子会将手上的卡牌 只留一种 所以他所谓猜透开斯的牌足 是认为开斯剩下的两张牌 要么就是两张布 要么就是两张石头 或者一张布 一张石头 但不管是哪个牌足 烈狗只要出布 就有可能赢下比赛 反正最差不过就是平局 可他没想到 开斯的第三次出牌又是剪刀 这让烈狗有些慌了 但这更加让他确定 开斯手上最后一张牌 不可能会是剪刀 所以他再次激向开斯 进行第四场比赛 可结果三又是输了 现在开斯小队一共拥有五颗星 距离胜利的九颗星 还有些遥远 但开斯已经发现 这场游戏的漏洞 准确来说 是主办方默许的漏洞 之前规定玩家手上的卡牌 不能丢弃 可却没说 不能转了 交易 这便是这场赌步游戏最大的漏洞 只要你赢够星星 你便能把卡牌 买给有需要的人 因为开斯他们的组队合作 已经等于算是 顾奖卡牌 以及星星 主办方明显 是默认这种行为 只要你能赢下比赛 过程并不重要 他们只要结果 勾心斗角 才是主办方最想看到的 既旦卡牌可以交易 那么他决定用买断这个方法 来提高自己队伍的获胜机会 看公民上剩余的卡牌数量 明显是步的速度消耗较快 所以 只要买断石头卡 公民上显示的石头卡数量 只有开斯他们才知晓 这样一来 只要等步消耗干净 剩下的比赛 就是石头与剪刀的对决 开斯他们就会立于不败的情况 即便最后没有人可以对赌 他们也能自己三人来消耗手牌 买断卡牌这种事 不能他们去做 必须找那些已经达到三颗星 却不敢再继续对赌的人 去做枪手 开斯会给予他们现金作为报酬 而他们手牌 却还能合理地消耗掉 毕竟规则摆在那里 手牌是不能生予的 在成功收集到30张石头卡后 现在开斯手上的卡牌 一共是30张石头 4张布 两张剪刀 开斯虽然很激动 却内心有些不安 而那份不安感 他很快就明白是什么了 因为剪刀正以两张两张的速度消耗 而布卡石头卡却消耗缓慢 这是剪刀跟剪刀打平 而被消耗的情况 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意味着 有人像他们一样买断卡牌 且是能置他们于死地的布卡 跟这个消息后 开斯的两个同伴就彻底坐不住了 也妈拿着手上的石头卡 到处找人对赌 结果自然是输得很惨很惨 本来还有两颗心 结果这剩下最后一颗心 只要再输一次 他们就得被送去强制劳动 现在的处境比一开始还要糟糕 就在开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时 一个嚣张的男人 却来挑衅他 开斯瞬间明白 这就是那个买断布卡的主谋 对方明显是想要一锅端了开斯这个团体 于是不断激将不断怂恿 最终开斯决定与他对赌 这让古田和安藤都慌了 想要劝说开斯不要一级勇士 但这是他们的生死之战 开斯没有选择 他拿出了自己全身资产600万 扬言要赌就赌大的 一次性来三颗心 对方被开斯这气魄给吓了一跳 反驳开斯600万根本不足以做筹码 所以便打算离开不完了 开斯见这种连忙说 星星自己会准备三颗 这600万是他们输了的话多送的 这种白剑的情况 让男人有些心动了 开斯的三颗心 就是用伙伴剩下的星星做筹码 一旦输了 就是三人一起被关小黑屋 本来古田和安藤根本不愿意给开斯星星 但想到时间只剩一小时不到 他们除了这次放手一波之外 根本就没有办法了 最终只能无奈将星星交给开斯 在准备开始游戏时 黑人就来到了开斯一伙人的时候 一旦他们输了比赛 就会被马上带走 老旁边也聚集了一群看戏的人 这些人竟都是希望开斯赶紧淘汰 他们都是败者 想要赶紧的人越来越少 就要再方便购买星星 双方把牌放在桌上 马上准备宴牌 可是看到开斯那刺心的模样 在看到自己的底牌后 男男心慌了 于是赶忙要求换一张牌 但规则就是放下的牌 无法更换 男人总感觉自己露出了什么破绽 但他却不知道到底哪里出错了 开斯看出了男人的不安 于是说你最大的失败 就是要求跟我比赛时 竟说这是你的最后一战 并且你要出的牌 还是从你口袋毫不犹豫地掏出 这只能说明这张牌 是你们三能经过身师俗力而选的牌 加上买断卡牌这种方法 只有你跟我在操作 由于比赛规则 是需要玩家用光手上所有手牌 所以你们手上的牌 必须控制在偶数 才能在你们之后 方便团队内进行平局的自我销卡 你信实等等地拿出的那张卡 一定是你们团体多余的 而剪刀石头布三种卡牌 你们选择买断布卡 由于无法预估布卡 需要使用多少张 也就没必要控制在偶数 所以这个布卡便是一张多余的卡牌 虽然这个理论不是绝对的 但这是开斯目前最接近胜利的猜测 说完 他就打开自己的牌 黄色的剪刀 阵容蓝人突然摊在地上 黑人打开底牌 赫兰就是开斯预测的布卡 或许蓝人也同样运用了心理战术 他们是买断布卡的人 而开斯是买断石头卡的人 他笃定开斯一定会认为 找上门的他们 不会傻傻地用布卡攻击 那么只剩下剪刀和石头 开斯必然会为了追求胜利的同时 给自己上一层保险 那么只有石头卡是有概率获胜 而且还能平局 蓝人只想成功消耗手上多余的布卡 开斯的赌注实在太诱人了 以至于他没有过多地去思考 可即便赢了三颗星 开斯他们的处境却还是很糟糕 距离九颗星还差三颗 他们又该如何去做 开斯聚集胜利还有三颗星 但时间只剩下半小时左右 击牌机上显示三层卡牌只剩下百来张 开斯继续拿钱给安登和古田去买卡 只有将机牌机上的三种卡牌掌握在手 他们才能清楚地治疗场上的局势 例如石头卡的剩下数量 正好等于他们手上的数量时 那么剩下的玩家就只拥有布卡和剪刀卡 只要不断地出剪刀 就能确保平局或者胜利 同利只要布卡等于手上的卡牌数量时 也是如此 因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很多人不想再冒险去对赌 所以为了遵循游戏规则 必须要用光手牌 他们都很乐意将手牌卖给开斯 在收集到几十张卡牌后 开斯又找到之前输给自己且同样是买断布卡的人 这个男男的同伴已经抛弃了他 可是手上的十张布卡 他却无法消耗掉 开斯给了他一个选择 让他花钱就自己收了他的布卡 白拿卡牌还能赚一笔 男男很不愿意但也别无选择 因为只好开斯告诉别人他手上只有布卡 那么他等于是彼此局面 最后也只能忍其吞声花200万卖卡给开斯 开斯现在手上左右30张石头卡 减到5张 534张 一共69张 开斯已经买断了目前场上一半以上的卡牌 现在他们就是等卡牌的消耗来确保自己的必胜局 不过意外还是来了 最早骗到开斯的传警却找到了他 说自己可以偷偷给他一颗星藏起来 让他剃掉安藤和古田 这样开斯就拥有三颗星 不需要再冒险对度 条件是让开斯给他几张卡 因为传警已经看穿了几个 马上就要被淘汰的人手上的卡牌 见开斯有些不为所动 传警有些威胁地说开斯的计划 并不是万无一失 只要最后没人愿意跟他们对度 他们也是等于失败 开斯人讨厌自己有些心动的情绪 最后安安下来躁动 推开传警拒绝了他 传警很生气 发誓要让开斯后悔 而开斯纵观此时场面的局势发现 能跟他们对度的人只剩下16人了 在开斯要行动的时候却发现 被传警说中了 因为根本没有人愿意跟他们比赛 这最后的时间是气氛最雅意的时刻 所有人都小心翼翼 像开斯这样主动挑战的人 他们都不信任 这也是开斯没有预算到的局面 他失策了 可开斯只能继续等待 没想到传警却在这时候提议 让所有人把手上的牌重新洗牌 这样就不需要提防别人知晓自己的手牌 有人心动这个提议 但开斯却非常抗拒 因为这样一来 所有人都知道他出千了 拥有全场最多手牌的他来说 只要有人愿意跟他比赛 他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但现在传警这个老贼 却打破了他的计划 甚至还对那些愿意接受洗牌的人说 接下来重新发牌后 只允许他们这伙人比赛 这样才能做到绝对公平 开斯无奈只能被迫接受洗牌 手上的69张牌公开后 开斯的买断计划就彻底宣布终结 但最后统计牌数却发现还少了三张 但传警并不在意 只能为有人偷藏了卡牌 很快 一伙人就陆陆续续拿到了重新洗牌后的卡牌 等到开斯他们时 他却故意把69张卡牌弄在了天上 这样一来 开斯需要大量时间减牌 还要重新计算三种卡牌的总和 果然在他们计算卡牌的途中 传警就已经赢下了一颗星星 等开斯计算出所有手牌时 却发现计牌器上的布跟手上的布数量一样 而石头卡只差两张 剪刀卡差五张 扣掉之前少的三张牌 现在场上只有四张牌 分别是剪刀和石头 只要用石头去比赛 就能确保平局或者胜利 但是等到开斯找人比赛时 却被传警故意搅躯 特地提醒别人不要跟开斯比赛 因为几乎是必输局 被逼的走投无路的开斯 终于忍不住对传警出手了 突然开斯想到传警说的一句话 不要抢人家的猎物 这说明传警也同样有必胜的把握 那么他自信的源头必然是出千 想到发牌的时候是传警操作 这样一来就有了出千的机会 因为传警特地在发牌的时候 还确认三种卡牌的数量 这并不是为了统计 而是为了方便在想要的卡牌后面 做下记号 并且发牌的时候 没有按照逆时针或者顺时针 而是散乱的发牌顺序 就是要将做过记号的牌 发给特定了人 以上全部都是开斯的猜测 但是几乎把酒不离时 即便开斯说的不对 但是这个时候 也已经没有人愿意跟传警比赛了 而开斯即便揭穿了传警出千 也无济于事 这场赌博游戏 主板帮允许任何手段胜利 开斯想了很多办法 最后灵光一闪 他决定背水一战 找到剩下的三位选手 由于开斯知道他们的底牌 于是告诉他们继续拖下去 也无济于事 不如来一场单纯依靠运气的比赛 开斯表明自己会舍弃选择权 将石头剪刀布进行洗牌 然后让对手来选择要出的牌 并且最后结束还能验证 剩下两张顺活出千 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 于是有人终于忍不住 和开斯进行比赛 最终开斯赢了他一颗星 可接下来两场比赛 开斯都输给了对方 可即便如此 开斯却根本不在意 因为他的最终目标是传警 现在场上就只剩下开斯 还有传警 以及那藏着三张卡牌的神明人 所以开斯想要跟传警比一场大的 可以一局就让他们三连全部胜利的比赛 不过传警拒绝 而是转时难道等待游戏结束 可以购买星星的那些败者面前 杨烟那个藏卡的神明人 只要现在出来 自己就可以送他足以胜利的星星数量 在场的人都会心动了 可是就没有人站出来 开斯的计划成功了 因为现在场上还有卡牌的人 除了传警和开斯以外 根本没有第三人了 那所谓的藏卡神明人 也并不存在 也为这场赌博游戏的规则之一 必须在游戏结束时永光所有手牌 所以中途比赛 有人将卡牌轮到厕所 想要冲走 结果违反规定而被秘密处理 机牌器并不会显示 因为冷卡而消耗的数量 卡牌除了交易转量和使用 没有其余的选择 这意味着传警手上多余的卡牌 除了跟开斯赌博以外 没有其他选择的 而且他的卡牌是什么 开斯也早已知晓 他以五颗星为赌注 这触碰到了传警的底线 他试图怂恿开斯身后的伙伴 但开斯却一眼点紧梦中人 马董冲走的三张卡牌是单数 这时美能一开始拥有 十二张卡牌的偶数不同 不管最后游戏如何 都会有一个人无法用光手牌 如果传警不愿意比赛 那么开斯愿意为了复仇 跟传警同归于尽 将自己的星星全部送给伙伴 明白了开斯觉悟后 传警只能冷痛 吐出五颗星 这下开斯队伍总算完成了 美能三颗星的任务 还多了一颗 但有一手牌无法消耗的规则 开斯只能先被带去小黑屋 一进去就被要求脱光所有衣服 然后等待最后的交易环节 让古田他们来救自己 可是他发现 自己好像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但又不知道具体是哪里出错 仔细一看 还有好多蓝人被扒光衣服 他们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集在屋外的世界 原来这是单面玻璃 输了比赛的人 都会被带到这间小黑屋 然后等待别人的救援 如果没人救援 就只能被送去强制劳动 当然这些人中 有两个特别的蓝人 眼睛大叔和爆牙大叔 他们是故意输掉比赛 然后进入小黑屋 目的是通过单面玻璃 然后帮助队友投赶别人的卡牌 最后通过敲击玻璃来汇报情况 等到比赛结束 队友再用赢赖的新星赎身 很快屋外就非常的闹 因为最后的交易环节总算到来 主办方告之参赛者 可以进行新星交易 可以用新星赎人 大叔激动地等待队友来输他 可是却被大哥嘲讽 屋外 还有你要找的人吗 果然大叔左看右看都没有找到队友 抬头一看 他已经在二楼把酒言还 大哥嘲讽大叔还有凯斯 没有带着钱和贵重的东西就敢进来 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 凯斯本想继续解释一番 结果却被现实狠狠地上了一课 因为外面的交易被宣告开始后 一群年就以百万元为单位 向凯斯伙伴购买新星 安藤忍不住五百万的运货 卖掉了一个新星 而古田则想要用三颗新星带凯斯出来 结果却被安藤阻止了 他表明救出凯斯 他们这段冒险就等于白来了 三内还会背负上百万的债务 可只要抛弃凯斯 将他用来熟身的三颗新星卖掉 让人就能分到一千万的奖金 凯斯听到安藤的话后 愤怒地拍着玻璃威胁自己下船 一定要让他们好看 可是安藤却给古田又打了一针强心计 被送去强制劳动的人 不可能活着回来 即便活着回来也是一个废人了 古田最终被巨大的利益吸引 他也抛弃了凯斯离开了 想到自己被送去小黑乎时 安藤和古田的眼泪 那并不是真诚的 而是感情有事 杨林聪一开始就没有真诚过 大哥继续嘲讽开斯的幼稚 所以我很自信地等待外面的人来救他 果然很快就有人带着三颗新星来说大哥 看到他那高举钞票的模样 开斯突然想到了什么 拿着大哥背后突然一拳将他打倒 不过这场骚动 最后还是被黑衣人平息 眼睛大叔不明白开斯为什么要这么干 而开斯却说大哥的自信 源自于他身上的金钱 可是他手上的钞票却只有上百万而已 根本不足以让外面的人 花三颗价值千万的新星来赎身 这么一来 那贵重的东西就只能藏在他背后的纱布 果然出去的大哥 发现纱布流失 而那价值远超三颗新星的贵重钻戒 此时却在开斯手上 最后大哥被他的队友抛弃 而开斯则被赎了出来 他没有去分赃那价值千万的钻戒 而是直接归还 然后来到古田和安藤面前一脚踢了过去 所以拿走他们身上仅剩的两颗星 还有卖掉新星的钱 安藤这个没两星的人竟然说 我们不是伙伴吗 你怎么忍心自己私囤收益 而开斯一点都不想跟他废话 转身用这些钱买了一颗星星 然后用三颗星 熟住了小黑屋里的燕金大叔 开斯宁愿把这些钱扔了 也不想让安藤古田赚 这恶心的胖子 竟然还以为大叔外面有很多资产 在得知没有任何钱后 就对开斯破口大骂 开斯终于忍无可认 他明白安藤的姿态 就是主办方最想看到的 被利益吞噬了人性 钱对于主办方来说 根本就是一张无用的纸张 他们多得花不完 于是最喜欢看这些败者 将人性的阴暗暴露出来 为了拘取几千万的收益 就能争得你死我活 这不就是最棒的节目吗 至此 这场残酷的赌博游戏 就有69人存活下来 而也只有29人还清了债务 剩下的人包括开斯 重新背负了新的债务 他的债务高达629万元 且连利率为18% 开斯又该如何做呢 他真的感觉好无力好无力啊 而故事却远远还没有结束 神奇的事已经过去四个月 却没有一个人来讨债 连催债的人都没有出现一个 越是这样平静 他就越害怕 依据他的精神 无时无刻都处于紧绷的状态 今天夜晚打工的超市店长 还污蔑开斯偷了钱包 能无可令他打算借这件事 发泄情绪 没想到同事黄毛却连忙阻止 在开斯离开后 他却赶紧追了出来 说自己也辞职了 开斯当场揭穿他 钱包是你偷的吧 因为害怕事后被发现 所以才干脆辞职 黄毛很爽快地承认 但是他认为这笔钱 是那无良店长可扣的 所以本来就是属于他们 开斯就这样跟黄毛不打不相识 两人一起去喝酒 没想到黄毛却很直接地说 开斯是不是正被人追杀 黄毛发现开斯选择的工作位置 都是能看到店外来人的位置 并且一有人就会瞟一眼 有些过于警惕的 开斯没想到黄毛竟然能够发现那么多 但关于债务的是 他不愿意向任何人提起 而拼心的日子 也在今天聚会完后就被彻底打破 因为让他背上巨额债务的大叔远藤 竟然找上门来 但是这次远藤的到来 却是来告诉开斯 下周六有一场赌博聚会 只要熬过一个晚上 就能获得2000万元 跟之前的套路路出一折 开斯不愿意上当了 可是黄毛却被2000万的奖金给吸引了 表示自己愿意尝试 开斯还想全收黄毛不要冲击 没想到黄毛却早就签出这种聚会 肯定是凶险万分 可对于他们这种人来说 这是唯一能够摆脱社会底层的办法 远藤也继续游说开斯 629万的债务虽然没能耐吹 但加上利息现在已经是668万了 如果想要靠打工还清债务 每月10万元也得足足需要16年左右 才能还完 这句话给开斯的冲击非常大 而之后远藤直接将2000万现金放在桌上 这个视觉冲击 让开斯瞬间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而远藤也没有继续全收了 而是留下电话号码 能来开斯的联系 事后开斯想了很多 600多万的巨款确实不是他现在能够解决的 想要打破这个困境 似乎唯有才冒险一次 所以再来到远藤指定的大厦 结果就在这里见到老熟人大叔 对方很乐情地打招呼 结果开斯并不想和任何人扯上关系 就像黄某所说的一样 2000万的奖金肯定只有一个人能获得 所以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敌人 他们很快就被送到指定场所 可接下来他们要做的事 却让所有人都惊出了一身冷汗 只要走过一道铁桥 就能得到2000万奖金 不过铁桥距离地面有10米之高 一旦失误 赛赛则下场轻则骨折 重则死亡 场上的所有玩家 仅成了上流人士的赛马工具 他们之间需要比赛 谁最快到达彼岸 第一名就能拿走2000万奖金 另一名也有1000万奖金 就在开斯犹豫不决时 已经有人接着先登塔上 对着充满死亡气息的独木铁桥 或许是因为心急 担心奖金被人抢走 再加上恐惧 真的没走起步就从高空中坠落 所有人都被这一幕给吓破了胆 唯独那些上流人士 一个个吓我开了花 这就是他们想要看到的画面 可现在没有退路了 凯茨他们也必须走上这个铁桥 只要脚还能着地 那就代表着还活着 不过有人却想先凯茨一步上去 当凯茨踩到桥上后才发现 事情也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先不说上桥后的那份真实恐惧 光是如果拿到奖金 凯茨就必须将前面的人给推下去 不能对方只要顺利到达终点 那么奖金就与他无缘 这等于是变下杀人了 凯茨根本做不出这种事 这时他才明白这个游戏的真正目的 并不是比谁快 而是比谁更狠 最后出发的人才是这个游戏最有力的 但每个人为了着急拿到奖金 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这个情况 直到下面那些观众大声呐喊 推下去 推下去 凯茨 这才知道自己究竟 身陷何种困境 因为他如若不推下去 后面的人很快也就会把他推下去 不少人面临盖茨这样进退两栏的处境 最后 所有人进一步约有同的全都流下了眼泪 但人现实经不起考验的 两千万奖金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终究是有人开了头 将前面的人才能地推了下去 而盖茨这边也因为两核心过意不去 而始终没有推人 他身后的人也一直在纠结 但最后还是狠心的 想要推了盖茨 两栏斗的同时 因为中心不稳而双双跌落 但想要他们抓住了铁桥 不过这意味着他们失去了比赛资格 凯茨这才清楚主办方为什么要加上触碰铁桥 就算淘汰的要求 而局位的主办方 就是要让这些社会底层人士 将能性的阴暗暴露出来 最终整个比赛的冠军 竟是凯茨的同时黄毛 亚军是凯茨的老熟人大叔 很快 其他赛区的比赛也纷纷结束 60人参加比赛 竟有39人醉桥 连一半的存活率都不到 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 那些获胜者竟没有拿到2000万现金 只是收到一张 已有2000万的奖券 主办方说 对奖需要去另一个地方 那些因为碰巧而失去资格的人 也可以跟来 等到另一处地方后 所有人才知道 刚刚的铁桥赛竟只是开胃菜 眼睛的一幕 让他们彻底两腿发乱 这是一条捡漏到不能再捡漏的铁桥 横跨两栋高楼大厦 一眼望下漆黑一片 一旦跌落 下场自然 可想而知 这次比赛没有两个附加条件 只要能安全走到尽头 就能带走2000万奖金 名额不限 主办方的领头人利根川表示 人的一辈子都在努力赚钱 现在有一个凭借努力 就能一夜暴富的机会摆在眼前 换走平常 这笔钱获取要搭上你们一辈子才能赚到 就在所有人犹豫不决时 开思进第一个表示 他要参加 很快 就有人被开思带动 也纷纷报名参加 而这时 利根川却表示 这个铁桥是不可以用手去触碰 否则上面的电流 会让你麻痹 从而失衡 到时人们比两位从铁桥甩落 虽然这个提醒没有实现声明 但两千万的奖金还是让你无法抗拒 最终在塞米尔被确定为识人 他们围成一圈讨论上交顺序 在开思进行的鼓舞演讲下 所有人都斗志昂扬 唯有利根川在一旁冷笑不已 因为开思这个做法 根本就是徒劳 等他们踏上铁桥后 不用走几步 内心那份恐惧就能摧毁所有 果然努力跟川所说的一样 当开思他们所有人踏上铁桥后 之前的热血顿是烟消云散 每个人都沉默不语 现场安静的只能听到每个人的呼吸声 开思因为紧张而流下的冷汗 竟低落在铁桥上激起了一阵火花 开思显现失衡掉落 这次所有人的脸上 竟都忍不住落泪了 他们后悔了 他们不想要两千万了 他们只想要活着 而走在最前面的大哥突然喊了一句 风来了 男和身后的人却没有感觉到一丝寒意 开思意识到这是大哥 因为恐惧而产生的幻觉 善良了他想要去帮助大哥 可是大哥已经身陷幻觉之中而无法刺拔 最终用了手触碰到铁桥和引发电流 最后就这样在所有人面前跌落下去 这份冲击实在太大了 有人害怕的直接想要掉头回去 结果却因为失足而直接衰落 且连两人丧命 所有人都学定齐全活下去 男和利根川却不为所动 他表示剩下的八人都是社会淘汰的失败者 随之比赛令人是大好机会 可他们却冷救不愿把握 成立虚度连华无所事事 这样的渣仔也配拿到2000万奖金 有人以为利根川已经切断了电源 于是用手去抽捧铁桥 结果被电源额跌落 恐惧的氛围不断蔓延 很快又有人掉落 就像连锁反应一样 在几分钟不到 十个参赛者就掉落了七人 场上只剩下开思 大叔还有黄毛 黄毛表示不管如何 自己一定要拿到奖金 在这座桥上 他能依靠的就只有自己 走边静止地开始往前走去 男的大叔根本没办法 做到像黄毛这么洒脱 他还有爱人在等着自己 他的牵挂太多 以至于他对死亡的恐惧 比黄毛还要强烈 他感觉自己无法前进了 于是拿出手上那1000万奖券 让开思替他走过铁桥对降 到时候再将钱交给他的妻子 开思不愿意 他要大叔自己安全地走过去 可大叔表示他是真的走不动了 每走一步所带来的恐惧 是成几倍增加 看到大叔那摇摇欲坠的身体 开思无奈只能拿过奖券 然后转头继续前进 他这么做的目的是 为了让大叔不要放弃希望 不要带着压力前进 他为了不影响开思发挥 在掉落的过程 竟然没有发出一丝的声音 强烈着恐惧 让自己安静地坠落 开思哭了 他做不到像大叔这么伟大 为了继承大叔的意志 他决心走过这个铁桥 只剩下黄毛和开思仰脸 开始缓缓地向彼岸靠近 突然黄毛中心有些不稳 于是他索性在距离终点不远处 开始奔跑 最终一跃成功到达了终点 但是他看到的 竟是那些上流人士的亲密 这个场景不像是在祝福他 开思也意识到古怪 让黄毛小心不要开创 但两千万就在眼前 黄毛怎么能退缩 当他打开窗户后 竟被一股强风垂落高楼 这是恋爱丫弃丫所造成的情况 黄毛被淘汰了 连名都没了 开思不敢相信 这就是最终的结果吗 难道只能掉头回去 奖金根本不存在吗 突然开思看到那些上流人士的嘴脸 竟是充满嘲笑 这些人并不在乎那两千万元 所以必然是有机会拿到 可究竟要怎样拿到 只是简单的麻木光一到一旁 开思竟然看到了一条透明的玻璃楼梯 到黄毛内边也有 只是在恐惧中 根本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个 主办方一开始也没有明说 那些上流人士 显然是知晓这个情况 所以才会露出喜悦的笑容 开思搭上楼梯 来到了二楼 面前一群黑人 恭喜向他祖贺 逆根川也走出来表示恭喜 但目睹九人死亡 开思的愤怒 也终于需要发泄 当然逆根川不要假行星 赶紧拿钱 可没想到对方却说 不是你们集体要放弃吗 铁锹上的电源已经被切断了 只不过切得有点晚 都怪你们太着急了 这耍无赖般的说法 让开思想要揍他 但很快就被放倒 开思觉得这根本不公平 没想到幕后的大脑冰疼 竟然觉得确实不公平 是逆根川没有及时切断电源 所以他愿意再给开思一次机会 来往国王卡拍游戏 别说两千万 只要能赢 一个亿都可以带走 明知道这是个圈套 可开思为了死去的大叔 他必须再次冒险 必须深入虎穴 而他们接下来要玩的游戏 竟是他从没有见过的 每次下注不是用钞票 而是用毫米为单位 开思需要在耳朵佩戴一个装置 只要这个装置前进三厘米 就会破坏这个器官 如果开思输了 就会以他下注的毫米前进 而如果赢了 一毫米就能得到十万元 这场赌博游戏只进行十二局 如果开思每次只赌一毫米 这个威胁就根本不用害怕 可开思却扬言要赢走两千万 这意味着开思的耳朵随时都会被毁掉 他们进行的一卡国王游戏很简单 卡组只有国王奴隶还有平民 双方会分国王阵营还有奴隶阵营 国王胜平民 平民胜奴隶 奴隶胜国王 而鲁诺都是平民则平局 三者是互相牵制 而拥有国王卡尔伦 要小心对方的奴隶卡 拥有奴隶卡尔伦 要采出对方合适出国王 只要用奴隶卡胜利 就可以翻五倍计算收益 这次开思的对手是利根川 心中的愤怒将发泄在这场游戏上 开思扬言只要他能赚够两千万 就要利根川下跪磕头 给那些死去的伙伴道歉 所有游戏正式开始 开思第一局是国王棒 但这些下注十后命 第一次出牌两人以平民平局 第二次出牌 开思的国王牌省了利根川的平民 出战就拿到了一百万元 开思信心大涨 于是继续十后命下注 第一次出牌 双方还是平民平局 第二次出牌 开思继续国王牌 胜过利根川的平民 再次拿下一百万 两次胜利让开思有些飘了 觉得两千万就在眼前 可第三次游戏时 利根川却冷笑不已 他表示开思的内心想法 成一点一点的传递给他 结果这一局开思真的输了 那个机器竟往开思耳膜 前进了十毫米 接下来 扔到开思捉弄立方 不过这次他更换了赌注 选择了两毫米 然后开思又一次败贝 机器又一次向开思耳膜前进两毫米 继续游戏 开思能就下注两毫米 这次出牌 他格外谨慎 最终选择平民 在看到利根川也是平民后 他认为利根川并没有看穿自己的手牌 于是打算制造一丝恐惧 让利根川愁畜 但是利根川可是极端恶把手 比重复 一百个开思都不是他的对手 思大想去 开思只能拖延出牌顺序 在思考足足有三分钟后 再选择奴隶卡牌 然而利根川的平民牌 让开思有些崩溃 长间距离开思的耳膜越来越近 在新一层游戏开始 开思竟然突然谋证了选择的10毫米堵出 这让兵藤会长格外兴奋 才能要求利根川必须赢下比赛 于是 第一次出牌双方都是平民 开思感觉着或许就是利根川的恐惧 来自兵藤会长的压力 他也在采用稳妥策略 于是开思打算制造出自己的友伦 回出奴隶的假象 只要是个正常人 都会稳妥起见 然后继续平局 这样 开思就能在自己第三局先出牌的情况下 让利根川无法载出皇帝 虽然不是必胜 但只要越往后拖 自己获胜的概率就会增大 然而利根川竟在第二次出牌 就选择了皇帝 并表示开思的理论直播是假设 这是最低级的操作 赌博最看重的是心理波动 而这就涉及到了情感 正如利根川一开始所说的 他从不是去做理论推测 而只在观察开思的情感波动 六局比赛下来 常见距离开思耳膜只有6毫米了 他又该如何反击呢 还有整整6局游戏 开思只能将赌注调为1毫米 在新一轮游戏开始后 开思尝试在第一次出牌就使用皇帝 结果被利根川吃破 竟在第一次出牌就选择出了奴隶卡 到了第八局 他已经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出牌了 利根川就像会读心术一般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样 自己根本不可能胜利 随后第八局又是败北 长近距离恶魔只有4毫米 游戏还得继续 第一次出牌 两人都以平局收场 到第二次出牌 开思犹豫不决 他认为自己只要不断出平民 就能确保安全 说不定 还能小猫碰上死猴子 赢了利根川的奴隶卡 但这个想法马上就被饿死 他总感觉自己这个想法 已经被利根川看透 所以更应该打出皇帝 但最后开思还是没有勇气打出皇帝 可是这一次出牌 利根川竟然选择了奴隶 场面都是陷入死境 明灯会长随后突然狠狠地打了利根川 对方联邦解释 开思在出牌瞬间更改了想法 这句话呢开思想到了什么 因为利根川竟能知道自己在出牌时更改了想法 这绝不是独心术能做到的事 联想到会长的暴怒 还要先请利根川嘲讽自己的话 什么赌博看着这心理波动 既然他能看穿自己 何必要告诉自己 这不是方便自己收敛身心 隐藏想法吗 利根川绝对不会做好人 所以开思顿时怀疑对方正在出签 不过牌自己已经检查过了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很快 新一轮游戏开始时 开思发现并没有人在偷看自己的手牌 但利根川从始至终 就没有去看手牌 而是不断看着手上的手表 那个手表戴法 竟是把表盘对着自己 他想到这或许就是接收器 那传感器一定就是自己耳朵戴的这个机器 一开始让自己选择眼睛和耳朵做赌注 所以被要求戴上机器 这根本就是一个幌子 或许他们并不具备监控功能 但可以通过心跳买搏频率来反馈 这一开始连胜了两局 每次出往地时的心理波动 都会被对方接收 只要之后出现同样的数据 就可以猜到出牌的内容 关第十局凯斯又输了 他想要揭穿 但只要对方肯定不会承认 只剩两局了 他必须在最后的时间做点什么 很快凯斯就想到了一个对策 但他同时需要承担相当大的代价 于是他提出下一轮游戏的赌注会是18毫米 这只透支内耳距离的赌注 只要传投内耳就会死亡 这是凯斯用生命来做赌注的一局 他到了厕所 打算让自己冷静一下 也有人进来安慰凯斯 这次之前跟凯斯一起参加游戏失败了人 他们经历过绝望 竟发自内心地希望凯斯赢下游戏 来替他们复仇 凯斯希望这能帮他一把 说完就对着镜子砸了一拳 然后将自己头撞向镜子 户外的人没有进来阻止 利根春也发现凯斯在厕所里的异样 他手表上正显示凯斯的各种数值 不过他并不着急 因为只要凯斯下了关键牌 内心的波动一定会有反应 很快凯斯就却由不止地走了出来 然后要求游戏继续开市 并将堵住调整为18毫米 这是赌上自己性命的一局 第一次出牌双方都是平民 利根春故意拖延出牌时间 就是为了让手表能更准确地检测 凯斯的脉搏心跳数值 只要凯斯冷静下来 到时候他的微小兴奋 都能感知了一进二出 等到第二次出牌 利根春发现凯斯的数值很稳定 这说明凯斯这次的卡牌 应该还是平民 利根春为了以防万一 还故意亮了一手平民 发现手表检测的数值 能就没有变化 于是毫不犹豫地打出了国王卡牌 利根春会长已经期待凯斯那死亡的血腥场面 然而凯斯竟然出的是奴隶卡牌 利根春想到了什么 突然扯下凯斯的毛巾 发现他的足额已经不见了 而之前跟他在厕所里的人 争双手捂住他的耳朵 利根春得到的情报都是别人的情况 这个机器唯一不好的就是接触了生命体 并会一直有反应 由于奴隶获胜会翻五倍计算 18毫米的赌注可以得到180万 总计900万元 加强一开始200万 合计1100万元 然而还有最后一局 凯斯等就赌上18毫米 但要求利根春摘掉手表 无法检测自己的脉搏数据 所以黑脸给凯斯与我继续装上设备 这又是一场赌命游戏 最后一局游戏由利根春先出牌 自知的他有些缠缠微微 凯斯用命来做赌注 但何尝不是用自己的前途来做赌注 只有赢下这局游戏 他才能让会长恢复对他的性能 第一次比试 双方都是平民平局 利根春好想第一轮出牌 就甩出国王卡牌 但又害怕会被凯斯猜对 他犹豫不觉的模样 让凯斯倍感兴奋 各种嘲讽的话语 干闹着利根春的思绪 轮到凯斯先出牌时 他毫不犹豫地下牌 这让利根春又一次陷入犹豫 不过 他发现凯斯这次出了牌上 竟还有一丝浅浅的血迹 先前凯斯耳朵切掉 低落的血正好落到了卡牌上 他记得凯斯明明擦拭干净了 难道是没有擦干 他很清楚地记得当时 被递到血的两张牌 是努力跟平民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出了平民 来探查情况 平民对平民又是平局 利根春有些按捺不住兴奋呢 只要下一张有血资的卡牌 一定就是努力 到时候自己只要出平民 就能胜利 但很快这个念想就被否决了 万一只有平民这张卡擦干净 而努力卡没有擦干净怎么办 这个情报不仅没有给利根春 提供有用的信息 反而让他越来越纠结 第三次出牌 又是平民对平民 等到第四次出牌时 利根春发现这张卡 竟也带有血资 近第一时间认为 这就是他等待的努力卡 所以他拿出了平民卡 结果却在出牌是犹豫的 那么明显的血资 凯斯真的没有看到吗 万一这是骗局呢 讲到凯斯 这不要命的性格 他必须改变死度 或许当时两张有血资的牌 被凯斯称自己 跟会长说话的时候掉包了 桌上剩下两张牌 并不是努力跟平民 而是两张平民 凯斯总是认为自己很聪明 喜欢做这些小把戏 利根春越想 越觉得自己的猜测 绝对正确 于是更改了出牌 选择了皇帝 那么凯斯的出牌 坚持努力 这样利根春大叫不可能 凯斯当时换卡的动作 他明明看到了 而凯斯却说 那是他自己故意做的 实则 自己根本没有换卡 利根春的高度 确实比自己要强 正是因为他心思缜密 自己才会故意做出换卡动作 并且留下血迹做标记 他相信利根春 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些细节 所以利根春的猜测 也都是凯斯的猜测 凯斯预判了利根春预判他的预判 到这里 国王游戏彻底结束 凯斯最后拿下2000万奖金 并要求利根春下跪 向死去的伙伴道歉 而会长凯斯微笑 实则早已愤怒不已 他说道歉是必然的 而且还要有诚意 要利根春在烧红的铁板磕头10秒 如果没有做到 就继续重磕 凯斯听到有些害怕 但没有人敢忤逆会长的话 利根春竟真的忍住了剧痛 完成了要求 害死被利根春的奸嫩给折服了 也才想到自己一直以来 将利根春当成敌人 实则会长才是他的敌人 因为利根春只不过是一个傀儡罢了 所以他要用2000万 再跟会长赌一次 只有这样 才能让死去的伙伴安心 会长之后同意了凯斯的请求 问他想要怎么赌 凯斯假装思前想后的 脑子骨子去找出了纸张 在众人面前裁剪 最后在裁剪好的小碎片上画着圆圈 觉得不够圆 还故意蹬在地上 随后当他画出满意的圆圈后 便跟会长提出这次游戏的内容 将这些才好的指证 放进一个容器 然后谁先摸到这张奖券 就算获胜 这是单纯比拼运气的游戏 会长也同意了这场无聊的游戏 但是容器选择却是个问题 会长拿了不少容器 都被凯斯以各种借口推脱 最后凯斯看向一旁的纸巾盒 要求拿一盒 为裁风的纸巾来做容器 于是黑人编剧厕所 拿了一盒为开封的纸巾盒 随后会长提出要求 这次游戏的赌注提升到一亿 开封手上只有两千万 那么只要用四根手指来做筹码就行 还有必须他自己先抽 双方简单地检查了一下容器没有问题 那张满有圆圈的奖券 也被两人一起放入容器 最后黑人开始摇晃纸盒 随后会长开始进行第一次抽签 他的笑容让开封有些不安 但第一次抽签什么也没有 开封笑了 其实他早就在这场比试做了手脚 厕所里的每一个纸巾盒 都被他们在侧面塞了一张带有圆圈的奖券 他之前拒绝会长提供的容器 并且目光转移到纸巾盒 就是为了指引会长用纸巾盒做容器 而伦最快拿到的未开封的纸巾盒 就是他们所在的这个房间内的厕所 而厕所里也有他安排的人 等黑人拿走了一盒未开封的纸盒 其一轮就把剩下纸巾盒藏的奖券都处理掉 而先前故意花圆圈丢在地上的奖券 实则是在为自己抽到那张奖券 关于对方检查盒子 会有他安排的人在凯斯抽到的瞬间 故意拿着盒子庆祝 导出所有奖券来掩盖耳目 没有人会去特地计算 地上有几张眼圈奖券 然而一切都在按照凯斯所安排的情况进行 唯独在他搜紧的时候 没有找到事先藏好的奖券 凯斯慌了 最后只能凭借运气随便摸了一张 可这概率实在太小了 额会长则得很笑不已 他搜索已经给凯斯一次机会了 随后他竟正在第二次抽签 拿出那张奖券 凯斯彻底惊呆了 他试图想要求劳 但骨子力的不该让他停下的动作 最终看着自己的手指被人戒掉 而会长也表示自己很背负凯斯的狠辣 说只要凯斯能记住今天的教训 然后他必然会激烈到无尽的财富 说完会长拿着那张奖券送给了凯斯 说这是王才能拥有的好运 凯斯认为会长一定出钱了 但找到找去也没有找到破绽 结果却找到自己实现藏好的那张奖券 他已经被人浓捏成团 原来第一次会长抽的时候就发现了这张奖券 他故意拿走 是想看凯斯接下来会怎么做 而他之所以能第二次就抽到 是在跟凯斯一起放奖券的时候 趁凯斯的时候提前抽离 然后将纸折衡 这个信息就已经足够了 其他纸张都是平铺完整 凯斯明白会长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出钱 他跟利根川一样心思缜密 早就想到凯斯会耍手段 独注提高到一个亿 自己没有拒绝就让会长证实了猜测 凯斯奥会自己一开始没有思考 一找不到准备好的奖券就放弃 不然只要进行简单的思考 他就能找到这些问题 毕竟会长也算是手下留情 给了自己一次机会 凯斯发誓一定要让冰冷会长给自己下跪 故事一开始输光所有钱 外加四根手指 以及作恶而宣告结束 这是日本最强烧脑神作 赌博默示录 这个系列一共有三剂 全面没有任何一个妹子 却能让所有人看他惊心动魄 血脉笨章 完全是依靠剧情吸引了观众 也给后来的不少作品带来了很多灵感 看完全片 你会发现虽然会长心很手辣 但是他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是经典 你如果没有提到的一句 想要推翻王的统治 就是平民是金钱权势的分土 真正联手反抗王 那么王也会消失 可笑的是 平民总会妄想自己有日成为王 这反而会巩固王的地位 只要争夺还在 王就永远不会消失 而且这场赌卓 不管开始输或者赢 其实他早已身陷赌博的泥潭 而无法自拔 所以这不翻也被叫成 戒赌默示录 云尼杜博从你我做起